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是昆德拉的一部长篇小说,为告别晚会而写的,1929年出生在杰克斯洛伐克的米兰昆德拉,60年代开始总是小说创作,从70年代开始,他的作品开始在世界各地流行,从有趣的爱情玩笑生活在别处,到今天为告别而举行的聚会,以及,我们至少要讲一讲以前曾解读过的生命之亲,几乎每一本书的出版都会席卷全球媒体的文化版面。 2011年,盖利玛出版社出版了七星文库昆德拉作品集,由法国出版社出版,昆德拉是文库收录的200多位经典作家中唯一活着的,他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回忆和圣琼佩斯并称,在中国,昆德拉更受欢迎,自80年代以来,昆德拉一直是读书界的话题,昆德拉小说吸引读者的地方在哪里,大体上来说,一个是政治上的冷战, 另一个事情,冷战已经过去了30多年,所谓的性解放已经成为过去式,今天昆德拉的小说有什么吸引力? 可以说,昆德拉小说在政治禁忌和性禁忌消退后,其艺术性越来越明显,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告别晚会,几个人物故事里衍生出来的威严大义,就是在嘲讽和嘲讽中诞生的, 要理解昆德拉小说中的荒诞艺术,就得另辟蹊径,让我们先看一下小说的内容吧,故事发生在杰克斯洛伐克,1970年以前,奥匈帝国解体后,杰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占领, 1945年后,政治上受苏联控制,人民的精神生活是封闭的,苦曼的,本书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温泉疗养小镇,这个小镇比首都布拉格更加封闭, 昆德拉主要描写了两组人物,第一个角色是乐队的明星,小号手克利玛和卢泽纳,一夜晴之后,卢瑟纳怀孕,两个人就如何处理胎儿展开了一场波折, 第二个角色是革命家雅克布和他的养女奥尔加,他们在小镇上分手,产生了感情纠葛,除了这两个人之外,还有克利玛夫人,他对克利玛充满了怀疑, 泽纳的前男友弗朗特,美国富豪巴特里弗,医生斯克雷托,先来看看小镇护士如泽纳和明星克里玛的故事吧, 据说辽阳小镇的温泉对妇女不孕症有奇效,因此镇上妇女人数比男性多久倍, 也就是说,这里的女性并没有世界上其他地方那么受欢迎,即使是美女也是如此,镇上的护士如泽纳,便是其中之一, 她和明星克里玛发生一夜晴后怀孕,她给克里玛打了个电话,克里玛很郁闷,她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果泽纳怀孕,肯定跟她没有关系,这让如泽纳很生气,如泽纳将这个消息发到朋友圈里, 正在治疗的朋友们纷纷给如泽纳出谋划策,克里玛将这个消息发到了乐队的朋友圈里,乐队成员建议小号手们对这种关系保持强硬态度, 如果有必要,他们每个人都会承认自己和如泽纳有过一次关系,一位年轻的吉他手建议让克里玛完全否认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需要的话,吉他手还可以开车撞死护士, 对于这些建议,克里玛只能苦笑,表示感谢,克里玛第二天就去了疗养院,找了一位美国的富商巴特里弗想办法,巴特里弗,巴特里弗就是他的救命恩人,巴特里弗来小镇,就是为了给妻子治病,巴特里弗是个充满宗教色彩的人,他总是从爱的角度看待一切,他建议用宽厚的爱去感化对方, 福尚说,他年轻时曾承认有个女孩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愿意嫁给他,最后,这个姑娘感到他配不上他,因为他的仁慈打动了他,羞愧而去,对于这种做法,克里玛只能表示尊敬,不愿意,也不能效仿,因此,克里玛找到疗养院的医生斯科雷托,希望他能帮助泽纳堕胎,斯科雷托医生的工作就是给女人注射精液, 这就是他帮助有钱人巴特里夫的妻子的方法,但现在,克里玛向医生求助,比如泽纳的堕胎,更讽刺的是,医生原则上同意帮忙,但作为交换条件,医生要求克里玛和他一起举办音乐会,克里玛吹号角,医生打鼓,要技师弹钢琴,克里玛答应了,克里玛约如兹纳在记忆中相遇,在谈判过程中,克里玛采取了一种浪漫的策略,他说他准备和卢泽纳结婚, 去意大利度蜜月,经不起克里玛常识的劝说,比如泽纳同意流产,第三天,心理学家和革命家雅库布扮演了一个新角色,雅库布和他的养女奥尔加之间的故事也逐渐展开,雅库布是一位革命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早年参加过革命,后来被关进监狱,五年的牢狱生活, 使他渐渐对革命失去了信心,准备到国外去住,以聊此生,这一次来疗养小镇,是为了看望奥尔加这个革命战友的女儿,雅库布的战友死于革命,雅库布把奥尔加当成了养女, 这次来小镇,就是为了和他告别,同时,他向斯克雷托医生打了声招呼,干嘛要跟斯克雷托医生道别,雅库布在革命时期,曾经向医生要过一种蓝色的毒药,为了避免酷刑,随时准备自杀,而现在,雅库布提前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雅库布如愿以偿地和奥尔加见了一面,不过两人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奥尔加与雅库布坠入爱河,对于养女的感情, 雅库布感到很尴尬,一个戏剧性的场景是,如泽纳与雅库布相遇的故事,泽纳和雅库布对视了一眼,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神色,如泽纳不喜欢雅库布的冷嘲热讽,而雅库布则不喜欢如泽纳,所谓冤家路宅,雅库布救了一条狗,这条狗被镇上的老人追着跑,想要把他带进公寓,但是如泽纳这个护士却坚决反对,双方你来我往,你来我往,你来我往, 在力量的比拼中,雅库布看到了生命,毕竟一个革命者,牺牲了太多无辜的生命,在泽纳看来,这个冷嘲热讽的男人,就像克里玛一样,对女人的蔑视,同样令人讨厌,最终,雅库布获得了胜利,他将泽纳的手腕掰开,故事在第四天进入高潮, 克里玛和斯克雷托医生的音乐会上,所有的重要人物都聚集在了一起,但是最精彩的,还是那天晚上,几个房间里发生的爱情之夜,所谓的离别聚会,就在这一刻上演,让我们逐个检查一下现场的情况, 首先看看克里玛和她的妻子,克里玛夫人特地跑到疗养院来,就是想看看自己丈夫的来意,克里玛夫人美丽而敏感,她知道丈夫有或外情,一眼就看穿了克里玛的谎言,她心知肚明,丈夫使出浑身解数来欺骗她和别的女人约会,她压根就不相信,克里玛会在这个温泉小镇搞出什么名堂来,肯定又出什么幺蛾子了,结果夫人到了镇上,看到克里玛的海报后,整个人都静待了, 事实上,克里玛夫人的直觉是对的,所谓的表演,不过是克里玛为了让医生给泽纳堕胎而开出的条件,克里玛夫人在音乐会房间里装出一副出其不意的样子,但双方都心知肚明,她是来至上桌奸的,克里玛夫人心中充满了极端的情绪,她不会因为找不到另一个女人就放过自己的丈夫,那天晚上,美丽的克里玛夫人挑逗着克里玛,让克里玛心烦意乱,克里玛肆养, 伤疤叉的躺在床上,就像在做手术台一样,事实上,整个晚上,克里玛夫人都在折磨着克里玛的无能之躯,其次,让我们看看奥尔加和雅库布,雅库布在一家咖啡店里找到了一根管子,里面装着如瑟娜留下的蓝色药片, 原来,当泽纳因为怀孕而焦躁不安时,他的同事给了他一支蓝色的镇静药片,让他在必要的时候保持清醒,雅库布看着如泽纳的蓝色镇静剂,想起了那瓶蓝色的毒药,便把他放进了如泽纳的罐子里,他发现这两个药片很像,就在这时,如泽纳回到咖啡店,发现雅库布手里有这种药, 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争夺,上一次是抢狗,现在是抢药,这一次,如泽纳赢了,妖怪从雅库布手中抢走,雅库布正要追上去,却被奥尔加给缠住了,雅库布对自那手提包里的毒药念念不忘,奥尔加把他的无动于衷和心不在焉,理解成了老人的局促不安,奥尔加欣赏着自己的机制优雅和自信,欣赏着雅库布惊慌失措的样子,雅库布只能陪着奥尔加玩, 令人惊讶的是鲁泽纳和富翁巴特里福,克里玛夫人和一群从首都赶来的小镇拍摄纪录片,下脚鲁泽纳经过,被拉入了聚会之中,克里玛夫人享受着艺术家们的恭维,可是,鲁泽纳却被助理给侵犯了,她拒绝了,但是其他人却用一种放荡不羁的人生观来劝她,为什么不享受这美丽的夜晚呢? 鲁泽纳从小在小镇长大,她很害羞,也很紧张,但她并没有反驳布拉格那些时髦的文艺男女的歪理邪说,这时,富翁巴特里福走了过来,一把抓住了泽纳的手腕,使她镇定下来,提醒大家注意羞涩而单纯的姑娘,泽纳就像是小镇里的太阳,值得所有人珍视和爱护。 一番话说的艺术家们目瞪口呆,巴德利福拉着鲁泽纳离开了,于是,两人就在音乐会上度过了一个风风雨雨的夜晚,鲁泽纳在巴特里福怀中痛哭了许久,在老人的怀抱里,鲁泽纳再也不担心自己的年龄会消失,也不会因为肚子里的孩子而感到疲惫。 对,最后,鲁泽纳如约去医院堕胎,却不幸被前男友弗朗特跟踪,其实,泽纳还有另外一个男朋友,一个叫弗朗特的小镇电弓,刚刚分手,但弗朗特并没有放弃泽纳,也就是说,克里玛并不一定是卢泽纳怀孕了。 鲁泽纳在两个男朋友中间非常苦恼,烦躁之下,他服下了镇静计,正如读者所担心的那样,泽纳吃错了药,吃了亚库布的蓝色毒药,所以他死了。 亚库布在一个凄凉而美丽的早晨离开杰克,他在街上遇到了克里玛太太,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们只能够说上几句话,这是他对祖国最后的回忆。 这一刻,克里玛夫人意识到,他没必要把自己关在克里玛的怀里,甚至可以考虑离婚,这是一个关于告别派对的故事情节,这本小说以告别为主题,昆德拉描写了告别,如泽纳和亚库布告别的克里玛和奥尔加,克里玛一家告别,最后,卢兹纳和亚库布告别了他的祖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亚库布是小说告别主题的核心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杰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面临着失业问题,许多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移民到了国外,作家昆德拉因为发表了不同的证件,被开除,被封杀,最后搬到了法国,那些不能离开自己国家的人怎么办,只能准备告别了。 在这种情况下,生育成了一种两难的选择,因为下一代的命运,他们不能确定,由此而来的暴力问题,怀孕的如泽纳,无疑是以生育为主题的聚集地,反观革命者亚库布,却有着强烈的反生育欲望,与如泽纳完全相反。 亚库布和如泽纳,从一开始,就互相看不顺眼,小说中所塑造的两个人物,在形式上存在着对称性的对立,亚库布内的蓝色毒药,蕴含着抗拒和死亡的意味,最终杀死了怀孕的如泽纳,镇上老人们抓狗的场面象征着暴力,狗在西欧被当作宠物,但是在东欧,宠物狗无疑是资产阶级懒惰的象征,除了警犬和猎犬之外,其他的狗都要被猎杀,像泽纳这样的人。 最受打击的就是抓狗的父亲了,首都的贵族克里马,第一次看到这个小镇上抓狗的野蛮场面,惊呆了,像泽纳这样的人,连忙把他赶走,因为他认为这种野蛮的行为会降低小镇的档次和他自己的地位。 对亚库布来说,那些拿着狗干的老人就是统治者的帮凶,亚库布救狗既可视为他革命生涯的一小部分,也是他最后一次与暴力抗争的无望之战。 昆德拉回忆道,1968年苏联入侵杰克斯洛伐克之后的几年中,政府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土狗运动,以打击恐怖分子。 但是根据这段插曲,我想出了一种历史上的离别气氛,这是一种暴力的历史氛围,亚库布的革命生涯中,充满了暴力的记忆,让他对生育和性爱充满了厌恶,甚至对女人的美丽生物痛绝。 暴力和生育的主题在亚库布身上是无法化解的,他反复地碰撞着,亚库布和医生斯科雷托以及富商巴特里夫的谈话,也集中在暴力和生育问题上。 众人问道,在这个不幸而又无望的国度里,生个孩子,当个父亲和世马,亚库布的谈话集中于人类的不幸,忘恩负义和离别。 他一口气列举了五条反对,在国内生育孩子的理由,第一,他反对母性,因为这很容易生出妈宝男,而且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母子之间的羁绊,往往会使孩子失去行动能力。 第二点,名誉会使美女身材走样。第三,愚蠢父母的生育延续了愚昧,所以我们无法无原则地赞美生育。 第四,世界上到处都是谎言,生儿育女不负责任,因为你的孩子要去学校接受谎言教育,这是你一辈子都反对的。 第五,生孩子使父母失去了选择的自由,甚至失去了选择权,任何一个想维护自由的人都应该忘记生孩子这件事。 雅库布反对生育,自然是有原因的,与雅库布相比,医生斯科雷托和富翁巴特里福则截然不同,首先,他和斯科雷托做了一个对比,雅库布反对生育,但是他的朋友,斯科雷托医生的诊所恰好可以治疗不孕症,这是一个巧妙的对立面。 由昆德拉设计,小说中有许多情节是由雅库布的消极思想和斯科雷托医生神奇的治疗相对照的,比如,当雅库布得知医生斯科雷托用他的精子治疗不孕妇女时,他觉得镇上每个孩子的鼻子都像斯科雷托医生一样大。 雅库布否认在这个国家里有什么价值,但是医生斯科雷托却过得很快活,唯一遗憾的是,出国开会不方便,只要有一张美国护照,就能自由出入,医生觉得这个世界是完美的。 后来,斯科雷托把巴特里福这个美国人当作养父来解决出国的问题,和斯科雷托比起来,离别的游子雅库布的伤感似乎有点廉价,离别变得毫无意义,雅库布反抗暴力,反对民欲的斗争。 都在斯科雷托的努力下化为乌有,其次,就是和巴特利福比了,雅库布无力对抗暴力,只能依依不舍地告别,但巴特利福凭借着爱、温柔、财富、品味和口才,巧妙而有力地击退了首都那些侮辱泽纳的文化人,击退了他们的精神暴力,这无疑是这部小说的一个小高潮,这个小小的高潮也让如泽纳发生了变化,他的美貌令小镇男友弗朗特和明星克里玛神魂颠倒, 但弗朗特只想让他永远留在这里,克里玛想要撒谎,除了富商巴特里夫,没人真正夸奖过他,在首都的众多艺术家面前,一个小女孩也能得到最高的赞美。 因为赞美,生命本身就有价值,来自首都的暴力已经瓦解,像泽纳这样的单身母亲,整体而言,生育、暴力、离别三大主题的分化与对称唱赫世小说的特色。 然而,要真正理解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必须注意的是,这部讽刺小说采用了古代欧洲校剧的传统。 昆德拉自己曾说过,《告别派对》是我最喜爱的一部小说,它很有戏剧性,结构也很有条理,笑话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场闹剧,这种写作形式往往会使读者陷入道德和小说美学之间的矛盾之中,这正是昆德拉的独到之处。 取个例子,比如,在小说开头,其他手建议开车撞死怀孕护士,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角色,包括作者在内,对其他手的邪恶思想提出质疑,也没有人会因为他的劝告而指责他。 再比如,斯克雷托医生通过注射精液使不孕女性怀孕,而作者昆德拉却任由医生胡作非为,不仅不严厉斥责,甚至对受骗的妇女表示同情,相反,他对出现在镇子里的那个大鼻子医生的后代,却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为何?因为如果用欧洲校剧的观点来解释戏剧中的虚伪细节,狂欢和荒诞情节,不仅是为了取乐,更是为了引出严肃的主题,这些离别聚会上的荒诞情节,就是为了引出沉重的离别主题,同时也是对结构主题严肃性的质疑。 因此,从另一个角度去读,我们会发现,这部小说的魅力不在于批判社会,也不在于批判小说中人物的不道德行为,它的魅力在于它自身的主题展开交融,在于其荒诞的情节,在于看似荒诞而不真实的描写,却深深地击中了我们所忽视的真实。 捷克被逼到绝境,就是因为他的精神虚弱,就像昆德拉说的那样,轻松的形式与严肃的主题相结合,显示了我们的梦境是多么的无意义,我们的梦境是多么的无意义,多么可怕。 昆德拉的这句话可以解释小说中许多巧妙的情节,一是狂欢节的失败者,二是如泽那象征意义,我们先来谈谈狂欢节上的失败者。 在狂欢节中,人们暂时卸下了日常严肃的面具,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解放,超越了制度和现实,看得出来,狂欢节中的人们应该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昆德拉的小说充满了狂欢的气氛,却隐藏着反狂欢的意图,大部分角色在故事中都不能满足欲望,也不能达到目的。 克里玛的目的何在?当然可以,比如则那,因为如则那的死,他似乎成功了,但是,则那之死,和克里玛的一切努力无关,因此,我们可以说,克里玛的努力是徒劳的。 另外,如则那渐渐发现了首都音乐家的虚伪,如则那意外死亡后,克里玛如是动腹,转而与妻子和好,但现在,克里玛夫人却改变了主意,不再和克里玛在一起,而是想着离婚。 同样的,雅库布与养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失败的,雅库可不想像则那那样活着,结果还是一样,巴特里弗怎么样了,虽然他在短时间内让如则那获得了新生,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意外发生,让他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谁是唯一满足的人。 斯科雷托医生似乎成了这场狂欢的主角,斯科雷托年轻时总是失败,但是,在故事发生的时候,他的奇思妙想总是奏效,他可以使不孕妇女怀孕,他可以使堕胎委员会同意则那堕胎,他可以让首都的明星和他一起举办音乐会,他可以使他和雅库布摆脱独死如则那的指控,他怎么可能让一个美国的富豪输掉自己的钱,不管他的主意多么不合情理,他总能成功, 而他的成功衬托,也使得其他角色的挫败感更加明显,革命和暴力,拯救和民族,这些严肃的思考到底有没有意义,是不是像斯科雷托一样,每天的生活都是真实的,对比之下,昆德拉对严肃的嘲讽更加明显,正如巴赫金提出的狂欢化写作理论一样,与诙谐文化相比,严肃文化最大的缺陷在于自以为是,看不到自己的起点,局限和终点, 看不到自己衰老滑稽的荣光,看不到自己对永恒与不朽的幻想背后的欢乐,其次,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解释如则那,昆德拉和雅库不一样,最后也离开了祖国,他为什么要在告别书里,把像则那这样的小镇姑娘写得那么重要呢? 一位知识分子告别祖国的故事中,如则那为何会成为重要角色? 起初,则那并不想放弃对他男朋友弗朗克的爱慕,也对首都名人克利玛的爱情充满了憧憬,希望能离开小镇,融入大都市,现实和理想摇摆不定,仿佛这两个人就是他生活的两极,是他唯一的世界,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庸俗而肤浅的女人, 但是,在与巴特利弗共度这一决定性的夜晚之后,卢兹那意识到宇宙中还有其他的世界,克里玛不在,弗朗特不在,他发现没有必要匆忙,一个成熟而睿智的男人,可以带领他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在那里,时间是仁慈的,青春不会很快枯萎,甚至,就算这个人不存在,他也知道,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世界之大,无边无际, 美女在任何地方都是稀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杰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和如泽纳放在一起,1968年1月,震惊世界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在杰克爆发, 昆德拉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策划了很多活动,想了很多办法让国家变得更好,但是,没有人能预料到,8月20日,苏联和华约成员国入侵斯洛伐克,导致布拉格之春流产, 昆德拉受到惩罚,失业,如果泽纳死在了现实世界里,那是不是意味着布拉格之春,在真实历史中的命运, 这个意外怀孕而死的女人,也有可能成为昆德拉的故乡,历史与往事,梦想以及对复兴杰克斯洛伐克的憧憬,就像泽纳的都市之梦一样,尽管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时间, 经历和想象都栩栩如生,栩栩如生,但是苏联入侵了杰克斯洛伐克,如泽纳,误服了雅库布的蓝色毒药,由于外部原因,他们的梦想在某种偶然的情况下破灭了,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昆德拉的另一部小说,生命的轻盈是无法承受的,这是一次告别聚会,同样探讨了亲和众的关系, 比如泽纳,他想要用爱情来告别小镇,却因为一次意外中毒而死,他的死是如此的轻描淡写,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连凶手雅库布,也轻而易举地离开了,比如巴特利夫这个有钱人,他就像是就是主一样出现了, 而且,昆德拉还故意暗示过巴特利夫的特殊身份,但是,当巴特利夫得知如泽纳的死后,他那轻描淡写的态度时,这种沉重的任务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许昆德拉想告诉我们更多,我们的生活也时时处于轻快与沉重,严肃与诙谐的反讽之中,而这种荒诞性正是昆德拉作品,时时带给我们以审视生活的角度, 1975年,杰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法国议会主席埃德加福奥雷的亲自请求下,特准昆德拉夫妇流亡法国,因此,法国出版了一个告别派对, 14年之后,1989年,一个小国杰克斯洛伐克面临着东欧巨变而四分五裂,当然,这一切都超出了昆德拉的想象,然而,毫无疑问,这部小说集中了杰克斯洛伐克巨变的前夜,以及小说内外的梦想, 美好而炽热,广阔而宽容的世界,朦胧的未来,一切都浓缩在一个小镇的故事里,这个欧洲的故事充满了荒诞与巧合,令人忍俊不禁,很多细节就像是万花筒,每读一遍,就会有不同的感动效果,让我们重新认识生活中的纷扰和内心的波澜,好了,这次离别聚会,就为大家解读到这里,下期见。